我是被送给户圈大佬抵债的金丝雀 我爸东山在起后我果断跑路 留大佬和他的白月光极限拉扯 大佬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和白人帅哥喝咖啡 他眼圈通红 一夜未眠 驱车十个小时来见我 我拉着儿子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这是我和白人帅哥的孩子 大佬看着金发碧眼的白人 又看看跟他几乎一个 母子刻出来的儿子气笑了 沈兴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啊 我是我爸送给姜绿的金丝雀 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 但看到姜绿那张惊为天人的脸后 我同意了 甚至主动爬上了姜绿的床 在我爸破产之前 我一直在国外读书 姜绿从没见过我 我长得娇美 身段也软 成功地留在了姜绿身边 被他养在几百瓶的小洋楼里 姜绿不仅人长得帅 活也好 除了不给我钱外 所有的吃穿用度 一律是最好的 所以我爸破产与否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圈里的塑料姐妹花 对我的行为嗤之以鼻 可我睡着他们 想睡而睡不到的男人 用了他们永远抢不到的 最新款包包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这平平无奇 而又奢靡的生活 他们是体会不到的 我就这样 被姜绿胶养了三年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一个消息 姜绿的白月光许瑶回国了 许瑶这个名字 我在国外读书时就听说过 她和姜绿一个是姜家太子爷 一个许家小公主 两人从小就被称为金童玉女 在许多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听别人说 她这次回来是要跟姜绿定亲的 姜绿洗完澡 从浴室出来 带着一身水汽向我走来 我摊在床上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阴影下 她的眼神灰暗不明 再来一次 她语气低沉 沾染了些许情欲 我连忙摆手 不要了 腰疼 嗯 她坐上床 我立刻感觉身边她现去一块 很快带着她炙热体温的大手 便贴上我的后腰 不得不说 姜绿很会照顾人 虽说我们的关系不对等 可她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什么 反而在这种事情上 十分尊重我 腰上的大手 动作轻柔地按摩着 被折腾狠了的腰 得到了舒缓 她距离我越来越近 她刚洗完头 碎发乖顺地垂在额前 整个人都显得柔和了几分 你有没有给别的女人按过腰 我突然脑抽 问出来这个问题 姜绿在我腰后的手 瞬间愣住 我有些后悔 自己怎么突然问出来这个问题 没有 姜绿的声音有些沙哑 平添了几分男人气 她身上薄荷沐浴露的味道包裹着我 我突然有点难过 她要是和需要订婚了 那我可就再也睡不到她了 即便是金丝雀 那我也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金丝雀 或许是我低眉搭了眼的状态 影响到了她 她给我柔腰的手力到重了几分 又用沙哑的声音补了一句 我就你一个 这话我是信的 毕竟一周七天 她能来找我六天 我不信她 还有精力去找别的女人 可需要这个名字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可以做金丝雀 但不可以做小三 那需要呢 我转过身来 直直从床上坐起来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她眼神按了几分 大手拖住我的腰 声音冷得不尽人情 沈兴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许咬 是在商场里 某车是品牌 刚倒了一只新包包 我的贵姐约我过来 可等我到的时候 包包已经在许咬手里了 她穿着一条白色长裙 黑色的头发顺直地披在肩膀上 很符合白月光的刻板印象 我看过她的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她 贵姐一脸歉意地跑过来 对不起啊沈小姐 徐小姐她先迷不来的 我白白手表示没关系 转身要走的时候 却被徐咬的一声沈小姐叫住 我回过头去看她 捋了捋刚烫的大波浪 冲她露出风情万种的一笑 她的表情有片刻崩裂 那流露出来的神情 仿佛是在骂我狐狸精 沈小姐对我这次回国的目的 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徐咬喝了一口咖啡 带着温柔的笑意看向我 我和姜律的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她从未刻意隐瞒过我们的关系 或者说她不屑于隐瞒 我想起两年前 我陪姜律参加一场酒会 一个光头男人喝多了酒 对我动手动脚 那个男人在圈子里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姜家不少生意也和她挂钩 可姜律的拳头 还是第一时间落在了她脸上 那时的我差点动了真心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 我捧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咖啡苦涩的口感迅速在舌尖蔓延开 似乎苦到了心底 还有半个月 就是姜氏的周年大庆 一般这个时候姜律都会特别忙 一连好几天见不到人都是正常的 在我准备离开的前一天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 她便出现在了卧室里 想我了 她掐着我的腰 淡淡的薄荷香将我包围 我轻轻嗡了声 抬起头眼波流转望向她 今天我特意化了个唇玉妆 又胶又软地躺在她的怀里 她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随即把我扔在床上 这一夜我缠了她好几次 要走了总得多睡几次 毕竟以后都睡不到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 身边早已空空如也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 悄悄从后门走了出来 我爸在美国东山再起了 我要过去帮她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可不只是为了当金丝雀的 江绿处理公务的时候 从未避着过我 这些年在她身边 我学会了不少 我坐上飞机 有些细精地想 我果然是要当大女主的 当金丝雀 都是为了忍辱负重地学习 到美国的第三个月 我爸的公司 一切都走向正轨的时候 我怀孕了 我身体瘦弱 经常两三个月不来月经 所以就没当回事 直到我忙晕在办公室 我爸把我送到医院 才发现我有了 我的第一反应 是打掉这个孩子 可当我的手 抚摸上肚子的时候 我却犹豫了 算算时间 这个孩子 就是我走的那天来的 我走的时候 没有带走江绿的任何东西 却没想到 怀了一个孩子出来 医生也劝我留下这个孩子 我的身体一向不算太好 如果打掉这个孩子 那么以后 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拥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在天台做了一夜 最终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天高皇地远 江绿又怎么会知道 我在大阳彼岸 生下了有着他一半血脉的孩子呢 孩子生下来 是个男孩 我爸特别开心 抱着周八八的小东西给我看 你看 这是我的孙子 这还是我儿子呢 我在病床上虚弱地笑了笑 看着墙宝中丑丑的小孩 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好像昨天我也是个孩子 今天就突然变成了妈妈 我给宝宝起名神小宝 我爸说我这也太敷衍了 我却觉得挺好的 神小宝 我的小宝 神小宝一百天的时候 我刷到了国内江绿 和需要订婚的新闻 两人郎才女貌 春风得意 订婚的事情 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正正地看着二人的照片 指尖控制不住地有些颤抖 直到小宝的哭声 才引得我回神 我爸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的生活水平 也恢复到了他破产之前 我妈死得早 我是我爸一个人拉着打的 虽然当年他出馊主意 让我色又江绿 想棒江绿这条大腿 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但凡我说一个不字 他也不会逼我 要是当年 我没有色欲熏心 妈妈 沈小宝的声音传来 随即一个小小的身影 便从休息室里 哒哒哒地跑出来 妈妈 我应了一声 小家伙跑到我身边 抱住我的大腿 沈小宝越长越像江绿了 但他的性子却很软糯 我爸说这点像我 妈妈抱抱 沈小宝张开双臂 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宝呢 我把他抱进怀里 他小小的身体温温软软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庆幸 幸好我昏心了 不然怎么会有沈小宝呢 克里斯兴冲冲地拿着手机 跑进我的办公室 沈星 小宝宝的照片火了 他学中文不太久 总喜欢把小宝叫小宝宝 什么照片 我探头看过去 只见克里斯的手机屏幕上 是张神小宝在阳光下微笑的照片 一眼看上去 岁月静好 点赞过几百万了 他们都说小宝宝是超可爱的宝宝 还有你们中国的活动 邀请他去参加呢 我微微皱眉 我是不想小宝的照片公布在网上的 毕竟小宝长得实在太像江绿了 我接过手机 看着照片下的评论 好可爱的小朋友 好治愈的画面 这个孩子跟江绿好像啊 这条评论让我手指顿住 我点开楼中楼 已经有网友做了对比图 只不过照片中江绿冷着一张脸 这张对比图一出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点赞都破十万了 江绿本人都生不出来 和他这么像的吧 看着评论 我心下一惊 手忙脚乱地删掉了 克里斯发的帖子 以后公共平台 不要再发沈小宝的照片 为什么 克里斯不解 没有为什么 我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 克里斯吓了一跳 我的脾气一向很好 在公司都是我唱白脸 我爸唱红脸 他从未见过我如此大声地跟谁讲话 对不起 星 我不知道小宝宝的照片不能发 我要回国了 我爸要和国内的场合作 这是他只放心交给我 跟我一起回来的 还有沈小宝和克里斯 克里斯说他没有来过中国 当时沈小宝就在他怀里 跟着说 妈妈 我也要去 沈小宝已经快三岁了 我想也该带他回去看看的 一下飞机 我便看到了江市集团 那硕大的宣传业 江绿佳的生意 这些年是越做越大了 我推了推墨镜 紧紧抱着沈小宝 沈小宝有样学样 也推了推自己脸上的墨镜 我在国内没什么朋友 所以也没有人值得我去叙旧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 要跟我们合作的工厂 工厂自制很好 一番考察后 我把情况反馈给了我爸 夜晚沈小宝跟着克里斯玩了一天 晚上累得睡着了 我们订的房间在黄浦江边上 夜晚晚风清凉 我穿了一条红裙子 站在顶楼的露台上 放眼望去 将近美不胜收 晚风吹起我的裙摆 上海一如往日般繁华 咔嚓一声 克里斯拿着相机冲我走来 沈星 你真的太美了 我笑着看向她 她从不吝啬对我的夸奖 即便是我们刚认识的那些天 克里斯是在我生产后来的公司 当时的我胖了20斤 穿着臃肿的长袍 并不算多胖 但对比起以前是差多了 那个时候她就夸我 夸我美丽 夸我漂亮 当时我还有些焦虑的 害怕自己身材走样不再美丽 这大概是女人的通病 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呢 不管怎样 我都有自己的优点 胖了就减肥 没什么肯定好的 谢谢 我请你喝一杯 我看向露台 三三两两坐落的宾客 招来服务生 要了两杯低酒精的鸡尾酒 然后带着克里斯坐了下来 克里斯酒量很差 一杯鸡尾酒 下肚她变红了脸 而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沈星 你真的很美 So beautiful 她的双甲染上飞红 保湿一般的眼睛直视着我 我喜欢你很久了 她突然说 我一时愣住 并未想过 她会说出这种话 我知道 你们东方人都很含蓄 所以一直都不敢告诉你 此时的她 眼神躲闪了一下 似乎有些懊恼 我告诉你 这些并不是要给你压力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 她恳切地看着我 像只渴望主人关怀的大狗狗 我一时被这样的眼神 看得有些心软 抿了口酒 想着该如何拒绝 才更美婉 她当然会拒绝你 这时一道声音自不远处响起 风中隐约飘来熟悉的薄荷味 我整个人像被定格式的江柱 沈兴 将近四年 我再一次从江绿嘴里听到我的名字 如同两声惊雷 直打我心底 我强装淡定地扭过头去看向她 只见她面色阴沉 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身上还带着些许疲态 只是薄荷香 还是熟悉的薄荷香 四年了 你还知道回来 克里斯抬眼望向她 这位先生 你是沈兴的朋友吗 要不要一起坐下来喝一杯 江绿没理她 自顾自得拖了把椅子坐过来 克里斯的眼睛在江绿身上转了两圈 恍然大雾式地瞪大了眼睛 克里斯 你先回去 我打断了她即将出口的话 我们的事 明天再说 克里斯尊重我 她看了一眼面色不善的江绿 说了句 有事打我电话 江绿冷哼一声 十分不屑 我没心不自觉地跳动了两下 有些头疼 也许是当年当了太久金丝雀 我对她莫名有些惧疑 但这并不妨碍 我嘴上不饶人 小江啊 好久不见 听到这个称呼 江绿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 我却觉得有些好笑 她不说话 我低头将杯中的酒一眼而尽 又招呼服务员来上两杯 沈兴 确实好久不见 似是过了许久 她低沉的声音 才在我耳边响起 她很喜欢叫我的名字 从前也是 上班前要说一句 沈兴我走了 下班回来要说一句 沈兴我回来了 江绿她并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当年为什么走 她问我 我一时间有些无语 她都要结婚了 难道还不允许我跑路吗 因为我不想当小三 有关系吗 没关系吗 我提高了音量 有些惊讶地看向她 你和你的白月光要结婚了 难道还要留着我这个情妇吗 你这样对得起需要吗 你把婚姻当什么呢 我实在有些生气 江绿 人不能既要又要 或许你真的看不起我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 说吧 我站起身就走 走了没两步 便听到了江绿的声音 沈兴 知道你回来 我开了11个小时的车回来 还有 我没结婚 可是 关我屁事 我头也没回地走了 考察的项目还在继续 第二天 我来到工厂的时候 却看到了江绿 听说沈小姐 要跟我们跨境合作 这是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这个公司我做过背调 和江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江总 我怎么不知道 这家公司和你还有关系 刚买下来的 江绿面色不改 那语气 就像是买了个包子一样随便 我面上什么都没说 却在心里想跟他们有钱人拼了 所以说 江总是要搅黄这次合作吗 不 江绿耸耸肩 双手坍胎望向我 我是来帮你达成这次合作的 我一时间真的摸不透她在想什么 但无非都是些想要哄我 做她情妇的手段罢了 于是我双手一摊 如果你想讨好我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就结婚 老公儿子都有了 江绿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可见的阴沉下来 沈星 别开玩笑 随便你 我再度甩脸走人 沈小宝生病了 克里斯带着她在迪士尼乐园疯完了一天 孩子一出汗一吹风就容易感冒发烧 为了降温药也没有用 我们只能带着孩子去医院 下电梯的时候 克里斯一直在跟我道歉 这事情不怪你 你又没当过爸爸 出了酒店大门 我刚要打车 一辆黑色的宾利便停在了我的面前 江绿摇下车窗看向我 我下意识地挡住小宝的脸 别挡了 我看过她照片 我很确定这是我的儿子 什么你的儿子 我扯过一旁的克里斯 顺手挽住她的臂弯 这是我和我老公的孩子 克里斯的脸瞬间红了 沈星 你真是够了 江绿深吸一口气 孩子是不是生病了 赶紧上车 沈小宝折腾了一夜才退烧 江绿看着和她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孩子 又看了一眼窝在墙角 昏昏欲睡的克里斯 一声冷哼 从她喉咙里挤出来 接着鼻子不是鼻子眼睛 不是眼睛地看着我 这就是你跟那外国 有人生出来的孩子 长得跟我真像 沈小宝醒来后 很年江绿 刚开始的时候 江绿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把头从被子里露出一半 用小奶音问声问气地说 沈小宝 说完又把头埋了回去 整挺害羞 我嘱咐克里斯看好她儿子 自己出去买早饭 回来的时候 沈小宝就坐进了江绿的怀里 两个一大一小的脸挨在一起 此时正值清晨 阳光干净 温暖异常 我把饭放在桌子上 江总 小宝的烧退了 你现在可以放心走了吧 沈兴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我第一次在江绿脸上 看到了慌乱和愧疚 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还能放弃和许咬的婚约不成 我和她的婚约早就作废了 我一愣 自己当年只看到过她和许咬订婚的消息 确实就没听到过后续了 我还以为他们早已修成正果 我去美国找过你 江绿的声音清清淡淡的 像是在讲一个平静的故事 可是美国太大了 我一有空就飞过去 找了你三年也没能找到你 一夜没睡 此刻的江绿精神有些萎靡 像是卸下了伪装 她眼圈发红地看着我 几缕碎发垂在额前 居然显得有几分脆弱 我突然想起 刚跟着江绿的那几个月 那个时候 江绿刚刚掌权江家 并不经常回家 某天夜里回来 捂着胃告诉我她胃疼 我当时想 小说里说得真没错 十个霸总 九个胃疼 我立即给她煮了一碗清汤面 吃完后 她突然说了句 沈兴 我很孤独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她 但看着现在的江绿 我突然觉得 她的孤独有些具象化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克里斯凑在我身边 悄咪咪地说 沈兴 我觉得我可以和江先生 公平竞争 此时的江先生 正在我们两个身后 听到克里斯的话 他伸手插进我们中间 挤着身体进来 挡在了我和克里斯中间 公平竞争的话 克里斯先生下次说话 可以离远点 克里斯皮笑肉不笑 说出来他刚学会的网络潮语 好的 前夫哥 我和江绿的感情 有在慢慢修复 工厂的考察工作结束后 我和江绿签订了合同 我们的合作就算达成了 为了庆祝 江绿请我和沈小宝吃了饭 小孩子容易犯困 不到九点的时候就趴在江绿怀里睡着了 虽然我不喜欢沈小宝过多的和江绿接触 可血缘关系真是神奇 我什么都没跟沈小宝说过 沈小宝就知道这是他的爸爸 只不过他从不叫江绿爸爸 吃完饭 我抱着沈小宝往酒店走 为了进一些我走的酒店后门 酒店的后面是一条干净的小道 不用绕弯 从后门进去会进很多 小宝醒了 在我怀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 妈妈 你会和他结婚吗 不用猜也知道沈小宝说的是谁 我低头亲了一口他的小脸蛋 并不打算骗他 妈妈也不知道 未来怎么样 只有到了未来才知道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个人窜出来 猛地撞了我一下 小宝差点掉下去 连忙搂着我的脖子叫妈妈 我怕他受到惊吓 连忙停下脚步来哄他 可就在下一秒 我又被人狠狠撞了的猎切 紧接着一双大手从我的怀里 抢走了我的孩子 被陌生人抱在怀里 沈小宝瞬间哭闹起来 我抬头看去 抢我孩子的是个高大的男人 他抱着孩子就要往远处的面包车上跑 我甩掉脚上的高跟鞋 一边追他 一边大喊来人啊 救命 有人贩子抢孩子 可此时是深夜 这酒店后面更是空无一人 我又根本追不上那对人贩子 一时间 我感觉自己的天都要他了 我一边跑一边大叫 江绿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看到人贩子他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看他过去我连忙 对面包车进行了拍照 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 沈小宝养的精细 比同龄的孩子要壮实不少 他在人贩子怀里不断地挣扎 踹人贩子所有他可能踹到的地方 咬着人贩子的手臂 因此人贩子跑得并不算快 江绿很快追上人贩子 他抓住那个抱着沈小宝的人的领子 往那人的脸上重重地砸了一拳 那人本就被沈小宝闹得站不稳 被江绿一拳撂翻在地 沈小宝迅速从地上爬起来 哭着冲我跑来 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一刻也不敢松开 江绿发狠地打难人贩子 这时他的同伙掏出了一把短刀 直直刺向江绿后心 江绿 我近乎是嘶吼出声 可还是晚了 那把刀扎进了江绿的身体里 那一刻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液都倒流了 仿佛被刺中的不是江绿而是我 走 他在倒下之前冲我喊 警笛声响起 那两个人落荒而逃 我颤抖着站起来向江绿走去 他穿着浅色衬衫 血流满了大半件衬衫 我颤抖地打120 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矿而出 江绿 江绿 你千万不能出事 你要是出事了 小宝就没有爸爸了 我搂着他的脖子 用手捂着他的伤口 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泪水落在他的脸上 他却冲我笑 你看 我就知道你还在乎我 那一刻我想的是 只要江绿活着 要我怎么都行 医生说 那把刀如果再偏一点点江绿 就没命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怕还没有失而复得 就再次失去 再次见到需要是在法庭上 那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人贩子 而是他找来绑架沈小宝的 他想用沈小宝威胁江绿 跟他结婚 这几年 许家一年不如一年 早已成了空壳家族 他只有和江绿结婚 才能救其他岌岌可危的家 可他失败了 除了牢狱之灾 和我的一个巴掌 他什么也没得到 他没有用婚姻拯救许家 反而加剧了家族的灭亡 江绿向我求婚了 我暂时没答应他 我还是要回美国去 和父亲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不否认我爱江绿 但同时我的事业也很重要 金丝雀的日子虽然好 但我不想再过了 我更想和他顶峰相见 于是江绿过上了两头飞的日子 他来到我在美国待的城市的时候 看着熟悉的城市 震惊到 我明明来这里找过你 但怎么就是没找呢 我知道你来找过我 我手上处理着邮件 思绪却飘到了刚生下小宝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在看到江绿的第一秒 就躲了起来 因为我胖了二十多斤 我的身体和面部都变得臃肿起来 因为激素异常 皮肤也变得敏感冒斗 当时我自卑极了 别说是江绿 换成其他随便一个国内认识的人 我都会立刻躲起来 幸好有克里斯 他一直在赞美我 让我逐渐恢复自信 说到克里斯 他在公平竞争失败后 赖在中国不走了 他说中国这么美 他要去看看 然后大手一挥 就是一封辞职信 我和江绿最后还是结婚了 在国外的产业 也开始慢慢往国内搬 我们是在一个冬天结的婚 沈小宝都上一年级了 我们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邀请了双方的父母 还有一些朋友 克里斯也来了 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女孩子 婚礼结束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小雪 江绿给我拿件大衣披上 他把我拥在怀里 老婆你看 我们的婚事上天也很满意 我抬起头望着天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遇 就是在这么一个下雪天 那时候江老爷子为了锻炼你 让你坐公交车上下雪 结果你把公交卡弄丢了 是我给你刷了卡 什么 江绿一脸惊奇地看向我 怎么会是你呢 怎么不会是我呢 其实我没有告诉江绿 那个时候的我是个纯颜控 当时的他站在雪里 眼睛 鼻子 嘴唇都冻得红红的 漂亮得像只小兔子 大概那个时候 我就被他的色熏了心 后继徐咬被关了十多年 他出来的时候 沈小宝都谈女朋友了 我们一家四口出来吃饭 他在这家餐厅里做保洁 看见说我们低着头 快速离开了 后来我听说 他找了个包工头老公 有点小钱 他就不上班了 那男人天天出去喝酒 回来一不顺心就打他 进了好几次医院 我于心不忍找人捎了信 如果他需要法律援助 我一定会帮他 可他却说 我是要毁了他的好日子 好家庭 那好吧 我也不当圣母了 戴热